從一開始 這是法務在六天的主案 新享溫新房屋修正專案 到現在是康大法務瀏覽家庭 這次路驚慨其實也相當不簡單 董山有一個客戶 已經因為被灰燒作新房屋 是嚴重受損 人家叫合照國工會 即將來幫營中檢查方 請問委託請親身告知 為問受災後 也讓無事奉獻 出來修正房屋的工會 即將加油下去 自己去家裡可以看到 無間接觸的技術 發揮自己的專長來修正房屋 人家其實是來自不同的工會志工 用自己自己的時間主動來幫忙 這是市府樂工業的大安心 將溫馨幫我修正房屋 當時董山的一項主體 因為燒爬電需要重建工夫 所以市府經過賓國一後 就客動修正房屋 幫助人 你拆了好會不會 市長安慰體已經是親自告知 肯定這些技工的表現 當時也幫受災後加油 那現在因為我們有 大台南總工會的志願服務隊 他們有包括木工、泥水 包括這個金屬、包括電器、水電 包括油漆等等的餐飲 那許許多多的這個志工 來幫他們復救、復建 然後重建家園 其中這組修正的建材 有些部分是主要回收債利用 參加是撤櫃、改建成三圖 不然減少本色也給了愛心 在看在過程當中 市長安慰體和代表市民 用所有參與中間的工會志工 表達相關的建議和社議 但最重要他們用了許多回收品 包括從學校的這個書櫃 甚至於是非常甚至很多是新品 來這個幫助這戶人家來復建 我覺得其實社會就是資源回收 少了垃圾 而且多了愛心、多了資源 這個修正工作有計 總會在23號完成 和收拾後 可以在最多的時間中間教訓 也希望他過一載 六歲幫我修正的方案 可以好處更多來 新共一個民眾 用實際行動來幫助六歲六甲家庭 近一步仲台南搭造成一個 有情、有疼心的幸福下期 幾家賢語、東三窟、彩虹伯德 是的